新手骑车在路考练习场 挑战直线7秒 骑得歪来歪去的 骑车技术不好 心里已经够紧张了 偏偏路考场内还停了车 只见这些轿车 一下停进去一下出去的 让练车的年轻人更紧张 步驶得停下来 让轿车出入 应该这样就不太敢 因为刚开始练的时候 都会很容易滑出去 我这时候喷掉什么的 那些的话 我可能就不太敢在这边练习 会快开到 要赔钱 会怕怎样 就是撞到要赔钱 就不敢 就这样 就这样不敢练的 对 就会不敢练 对 我觉得这样对一些新手来讲 会造成一些 比较紧张的一些压力 因为刚学的话 可能比较不熟嘛 那如果有一些障碍物在那边 可能会 他们对这边的应变能力 会比较不熟悉 会比较紧张 练车的民众都好怕碰到轿车 到时要怎么厘清责任 这明明是机车路考练习场 里面怎么可以停车 民众职业练习场边有路边停车位 对面还有一个停车场 这些停进来的车是要省停车费吗 而里长则解释 这个机车路考练习场是私人的土地 交由工所维护 里长来管理 换了标准的路考路线供民众练习 但是当天因为活动中心 有歌唱般的活动才开放 让民众停车 走时车 有没有陆续都还有人刚插一只里面 对啊 这都是 这是真的停满的味道 里长指这块空地在办活动时 会以停车为优先 以后会在活动前公告 提醒民众暂停练车 避免发生碰撞的危险 东森新闻在台南综合报道